女兒有睡在這一間房間大概一段時間 那時候確實是有出過車禍 那你們在接送到什麼? 就是我們在便利商店買東西過馬路的時候還被車撞 我跟我女兒還有我們兩個被撞 你們兩個被車撞? 車擋風玻璃破掉被我撞破 車擋風玻璃破掉 車擋風玻璃破掉 那時候整個嘴唇都腫起來 肌椎那時候可能也有一點出問題 那很大力耶 是蠻大力的 你們是闖紅燈是不是? 沒有,旁邊的是沒有紅燈的 就過馬路晚上可能對方也沒看到 好嚴重,所以你沒有什麼狀況? 其實我肌椎也不太好 對,肌椎也不太好 那女兒也是? 對,女兒也是 對,仙仙性可以 她還在發育耶 對,要不要去復健 有,有的 時常她在喊痛 所以這是 因為她喊痛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變得心疼她 有時候重的東西也捨不得她提壓 對,所以上課的時候 可能我們也會寫人或夫跟老師講 是說不要激烈運動 每學期我都會提醒老師一次 然後她躺著上課 也沒有躺著上課 就是不要激烈運動 可以游泳 可是你自己也不是也受傷? 對啊,沒關係啊 可以就是女兒好就好 很棒 難怪那女兒都想到她有沒有睡 我們在床位她自己也感受出來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通常當你的床位不好的時候 你會不在這個地方睡到別的地方睡 代表她本身的運勢還蠻旺的 通常我們常常提到 是喔 是是是 當風水上面是這樣喔 你的運勢旺的時候 當這個幫這個風水不好的時候 她自然就會避開到別的地方去 再睡下去還得了啊 幸好女兒福星高照 選擇不睡這間意外寫光房 但女兒總有一天要回來這裡睡 其實爸爸也別太擔心 只要把床位轉向 就能夠化解災厄囉 但是老師我說真的 我剛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就覺得她這一間房間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房間一出去你會發現 就是看穿一家人 對 你看 真的耶 而且還有拱門 拱門 然後再一個廚房的門 然後再一個 應該是後陽台的門吧 我猜一個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門 冰箱後面那個 對 後陽台 對啊 所以你看一個門兩個門 這個門這個門 而且你看後陽台的門 還是冰箱是歪的 對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拱門的話 已經是四門通了 對對對 所以你下面提到 就是三門通煮肉菜 也就是當它出現一道門 兩道門 三道門 連續三道門連通的時候 它就容易出現肉菜的這個情況 我猜我們這個委託人 他應該對 可能也看了我們節目 覺得說這個可能有一些影響 所以他在這個位置呢 擺放了一個衣櫃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衣櫃的這個寬度 好像不夠寬 然後在後面這個地方 他可能也擔心 所以又擺了一個冰箱 冰箱想打 對 可是冰箱的寬度一樣寬度不夠高 是嗎 是嗎 是看我們節目版的嗎 是 可是你是有看到一半天上廁所嗎 沒有 只想說這樣給我擋住了 我擋住了 不理由 我還是想這一個不是 你的那個 那個掌門連把它擋住 是應該就比較好一點嗎 那你知道拱門是有什麼影響嗎 拱門 可能沒有看到 拱門呢 從我們搬進這個房子之後 開始出現拱門以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家裡的家運 那個時候應該是最好的時候 是的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你就會發現 好像每隔幾年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家運開始 一直摔 逐年衰退 那麼 那可能也許這個 也許十年 或十幾年 搞不好 就逐年衰退一直到現在 目前是真的有這樣的狀況 就一年好像比一年來要不好的感覺這樣 那你知道拱門要怎麼處理嗎 不知道 如果它有從前面直接穿透到後面的時候 當然我們有可能在中間任何一個位置 那麼做一個不連 或者是我們講說 要加長 對 長度要高一點 要長一點點 那麼能剛好能夠遮住門的寬度跟高度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阻擋這個所謂的穿堂的一個影響 這樣子漏彩就會減少 第二個 這個拱門的這個情況呢 古代它講退運的時候呢 會使用所謂的五帝鉗 那麼掛在拱門的左右兩側 以防止這個家運衰退的一個傾向 那其實呢 我發現它這個拱門上面是沒有掛五帝鉗 倒是牆壁上不知道為什麼 剛到左右掛兩串 對啊 你為什麼掛兩串五帝鉗呢 就是所謂的想說 招財之類的 招什麼 招什麼 所以它這個掛那邊是沒有意義嗎 因為它也沒涼 也沒什麼任何東西 對 所以一般來說倒是應該把五帝鉗 那麼悬掛在門的左右兩側 剛好現成的 對對對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改善 這所謂拱門的一個這個狀況 當然能夠改掉是第一號 古代人是說改成平門是第一號 那即使是悬掛來說 都只是暫時清智的 我們講說放棄 這根本不用有門啊 為什麼要有門 它就是一個走道就好 對啊 做成走道就可以 你這個是空的沒有用嗎 所以那是裝飾 對啊 所以你就把它去證著啊 真的不需要這一個 嗯 超大 好 接下來進來看到你的手 可是你的神桌 你是面對著一面牆 然後上面有講那個話 老師這樣它有 嗯 那個面窗的效果嗎 呃 其實沒有耶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神桌 我們現在看到上面 呃 它是還蠻特別 就是上面擺 呃 正常一般我們擺放生命 但是 這個餐桌 它是緊貼著這個神桌 嗯 餐桌的這個底下 好像還有不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 欸 哎呦 對啊 哦 對 餐桌 嗯 怎麼了嗎 呃 當然我們一般來說神獸因為不上桌 所以它擺放在這個底下 嗯 桌面底下當然是OK 但是因為我們 畢竟我們這一個呢 是屬於住家 對 住家擺放神明 所以不是像一般的宮廟 所以你的下方可能還會擺放什麼 呃 這個 古爺 或者什麼招財的神獸 啦 所以通常一般觀眾朋友要記得 住家的神桌下方 是不擺東西的 哦 嗯 那究竟把它移開 也要看時間嗎 呃 移開的話我會稍微看一下時間 倒是這裡頭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兩邊呢 對 嗯 請問這是什麼 對 這是我們的祖先 新潮的製化橋 哦 真的假的 真的 哦 好酷哦 所以這真的就是那時候一直留下來到現在的 新潮就流到現在 對 哇 所以我們住戶很長就對了 對 哇 所以你爺爺奶奶以前在新潮是有當官嗎 是 那一邊在上去不是爺爺奶奶 哦 是官就對了 哇 可是 這個是適合放在這裡 呃 如果我們跟觀眾朋友介紹的時候呢 家裡頭如果你在這個放神桌的位置 要來放主線的畫像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 以神桌做標準 它的左手邊 也就是這邊左手邊叫大邊 好 通常呢 大邊 大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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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般來說 這個如果是 這個比較主義大的龍邊這一邊來說的話呢 通常要擺放比較早期 比較早期的一個主線的畫像 所以如果像 比如說 剛才提到如果是清朝跟民國的話 清朝的畫像就要放這片 民國的畫像就要放這片 要分喔 那當然就是要以朝代來做標準 嗯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這個畫像我倒是覺得 這樣必須這樣提到就是 這個要叫做 你要叫 太太重 太重 請問一下 是入睡嗎 欸 不是 那這個時候觀眾朋友要特別記得喔 貼近神桌的位置呢 要放的呢 是備份比較大 貼近神桌的外側放的備份是比較小 所以他們要交換 對其實位置上面來說是要交換 如果 不是這樣放的話 感覺這樣會覺得讓 人家覺得是入睡進來的情況 才會很棒 那個底下做的是火皮耶 那你們應該就不會坐在這裡吃飯了吧 對 其實很少在家裡開火 對啊 因為坐在這裡吃飯壓力還蠻大的感覺 蠻順的 對啊 我想問一件事情啊 你仔細看一下你的神桌上面的主線牌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左手邊的字 是不是比右手邊字還低 而且字體不一樣 字體不一樣沒關係 但是不能比他的右手邊的字低 喔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在中國古代來說 我們主線牌喔 通常是以左手邊的字代表家裡的男生的事業發展 右手邊代表女生的發展 古代的人其實以前在大男人主義的時代的時候 你會發現舊式的主線牌 左邊這邊會刻意寫特別高 右邊寫特別低 所以以前那時候呢可能很多的家族以後 男生講話女生是不能插嘴 後來呢現在呢大家把它寫成平齊的時候呢 代表什麼家族 可以說男女的地位平等 可是如果反過來 你右邊高 左邊低的話 代表家裡的男生在很多 包括事業工作 包括地位 跟發展上是受到影響的 嗯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左手邊的字 比右邊還要低很多 對 他的太年就是低很多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講說 神舟呢 常提到說他的龍邊怕臭 虎邊怕草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邊 他整個廚房的這個空間 他其實沒有完全阻隔 對 他是味道會相同的 對 那這個我就提到 就是可能一般來說 神桌的這個位置擺放 會讓廚房 那這個位置 神桌的位置比較不好 我可以提到我客廳的位置 就是剛剛 各位朋友特別記得 通常我們第一個 神桌擺放的時候 要能夠朝外面 看得出去是第一 但是呢 因為他現在比較內側 這個的後方呢 應該他移到客廳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後方 會是樓梯的個空間 對 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喔 神桌的後面 不可以是樓梯間 因為代表家運會衰退 很了解 難得一見的清朝自畫像 可是見證了 陳氏家族的百年興衰 但卻很少人知道 這份大的祖先 要離婚順序 誰個朝代的祖宙龍殿 也因此 最好把櫃子拆除 改成石牆 變回廚房 所產生的會計問題喔 對 裡面應該就是你的空間了吧 是 對 你房間在哪裡啊 這裡面還蠻大的 這個進出的門 我發現一個高度有不一樣 對 那邊是 高度有不一樣 對 那邊是廚房 你要用這個吃 那麼來量 所以看到這個是退口 退口 退口 三口的三季的時候 您 分開了離婚 那退口之後呢 這代表是 零又變少 很強嗎 其實 麗婷也是離婚 下中接連三對離婚 這